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聊日本呢 然后日本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新闻 我相信啊,很多的朋友看到了多多少有点愤怒 而且还有点不理解 然后也想不明白日本这么干,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好处 其实啊,大家看到日本的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呢,千万不要生气,也不要愤怒 为什么呢,看日本这些新闻就能看个弱智,看个傻子 就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呢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很多回 日本这个国家不算是个文明啊 它的历史,你可以看啊 也就是那样啊 然后整个一个乱七八糟的历史 乱七八糟的历史走到了近代之后呢 只赌对了一回 日本这个国家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那么爱赌,你知道了吗 那赌呢,他不是说啊 从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的这个文明智慧上啊 来来处理他这个国家以后的发展 他永远都是在赌 然后呢,永远的觉得我只要赌对了一条路 我就永远千秋万世啊,继续下去了 之前啊,跟大家说过 日本赌对的只有一次 就是家务战争 就是家务战争啊 赌对了啊,把当时的清政府啊 给击败了,还赚取了很多的钱 然后呢,又又又在又在青岛啊 打败了这个沙俄 当年的沙俄 觉得自己啊,不可一世了 你看看我们大日本击败了美,击败了白种人 你看看我们这些黄种人啊 里面最优秀的就是我们日本人 等等等等 只有这一次赌对了 只有这一次赌对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观察一下 日本自打那个时候开始 往后做的哪一步的操作 不是错误的 尤其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面 自打家务战争开始 你看一看日本对于中国的那种态度 那种不可一世啊 然后呢,对待中国的那种糟蹋呀 对待中国的那种糟蹋呢 等等等等 都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就在中国的旁边 中国啊,如果真的是彻底完蛋了 那日本当然是高兴了 但是的话,中国会不会彻底完蛋 日本对于中国的这个判断 完完全全的失误啊 然后加武战争 包含那个什么日俄战争啊 然后的话把那个青岛 要割让青岛 日本就非得要那个青岛 之前跟大家聊过 日本的这种态度 直接引起来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啊 直接让一个时代的中国人 一个时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 整个觉醒起来 要发奋突强 要让中国变得更强 一直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啊 然后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啊 那个什么啊 那个割让青岛 然后呢,割让台湾 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 然后又来了二战 日本那个时候 对于中国的判断 大家觉得是正确的吗 他自己说 三个月能亡华 亡了吗 对不对 三个月能亡华 真的是让中国啊 彻底消失了吗 也没有 到最后 日本怎么样 落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大家也看到了两颗原子弹呢 然后的话 到了 到了近代 然后的话 日本这个国家呢 然后的话 靠着美国人吧 然后的话 在亚洲发展起来了 直接说出来了一句话 托亚入欧 大家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吗 大家看一看中国的政策 中国发展起来之后 对于亚洲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是托亚入欧吗 还是说中国 跟自己的邻国 都是发生了一个极其啊 密切的一个关系 大家可以看一看东南亚 那中国的结果会如何 日本的结果会如何 大家可以看在眼里面 然后今天跟大家讲啊 然后的话 日本的这些系列的一些新闻 咱们先从这个啊 大家的老熟人 近期的一 近期日本新闻的一个男主角啊 岸信夫开始说 岸信夫最近接受CNN的专访 然后说出来一大堆的硬话呀 包含钓鱼岛 包含那个啊 那个台湾 其实啊 大家尤其是对于日本人 说台湾啊 感觉到愤怒 他真的是没什么可愤怒的 大家能够感受到到 日本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吗 之前跟大家也说过 日本钓鱼岛啊 中国天天围着转 一年围三百多天 然后日本人死活也不敢动 之前跟大家说了 日本敢动吗 一定点都不敢动 日本人不敢动 但是日本人一直在反复的提台湾 为什么 台湾先去死嘛 台湾你先去死 你再往前站一站 中国赶紧打台湾呢 赶紧打台湾 大家明白吗 日本人的态度就已经明显了 这个明显到已经彻底放在明面上 明面上的一样的明显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然后的话 多希望中国去打台湾的 天天把台湾问题调起来 然后他也知道台湾是什么呢 台湾那是中国的内政的问题 中国主权的问题 日本人最清楚这一点 为什么我这样说 日本人是台湾问题的始作俑者 台湾割让 台湾从明朝到清朝都是中国的领土 不是中国的领土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从日本人割让台湾开始啊 日本人抢走了台湾开始的呀 日本人是始作俑者 日本人能不清楚台湾问题 对于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吗 日本人比谁都清楚 从一战到二战呢 他战了那么久的 是那么长时间的台湾 他能不知道台湾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呢 大家也都知道 日本人当年战台湾的时候 骂台湾人什么 支那人 还有一个专属的名词叫清国奴 什么叫清国奴啊 这是字面意思嘛 清朝的奴隶嘛 清朝的奴仆 清朝的奴人嘛 不就这个意思吗 然后的话清国奴跟支那人 都是日本人用来形容什么人的 这是日本人最清楚 他最清楚台湾人是什么人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挑台湾的问题 尤其是中国在给日本那么大压力的一个情况底下 还要再挑台湾 原因也很简单的 赶紧打台湾 赶紧打台湾 我日本就轻松了 对不对 你只要打台湾你还能啊多一个对手吗 对不对 对于中国来想 你中国想想打一个台湾轻松啊 你要再打一个台湾再加一个日本 哎呀浑身难受啊 对不对 你打台湾来了 然后的话你看一看我们这些日本啊就轻松了 而且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中国只要打台湾 日本人啊 想的特别好的一个好事啊 就是说啊 美国人会来给中国压力 尤其是在中美博弈的一个情况底下 美国人肯定啊要给中国压力 这样的话 日本可能会受到啊 更多的一些资助 更多的一些帮助 就像当年的抗美援朝发生之后 抗美援朝发生之前 美国的政策都是偏向于中国 尤其是到七十年代是一个顶峰啊 七十年代抛弃了啊 那个伪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这算是一个顶峰 然后日本人在美国跟中国关系交恶的时候 哎 日本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大家了解了吧 然后尤其是啊 刚解放的时候 美国人是美国人是拼命想拉拢 新中国靠拢美国 只不过发生了抗美援朝 导致美国啊 彻底放弃 尤其是看着中国倒向了苏联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日本人又发展起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历史 看一下当年的历史 日本人就借着这个机会 让日本这个国家慢慢慢慢变得有钱了 日本人是很清楚这件事情的啊 大家明白吗 日本人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只要中国弱的时候 日本在亚洲就是老大 他当然不想中国抢啊 尤其是美国还是那个老大的时候 美国这个老大 然后他只要跟中国发生矛盾 尤其是在亚洲 美国必须依赖日本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说日本人还在做着这个春秋大梦 一直以来 我跟大家强调 中国的政策是要把美国挤出亚洲 可是把美国挤出亚洲之后 美国在亚洲最大的那个代理人是谁 看一看美国人在亚洲驻军最多的地方 那就是日本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于日本来说 中国是什么态度呢 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 对于日本来说的话 中国的外交上面 还是不管是政策 还是外交啊都是最强硬的 中国对于小国 对于弱国 在外交辞令上面都不会说如此严重的话 可是中国只要沾上日本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王毅对于日本说过什么样的话 哎 钓鱼岛这个问题啊 日本的渔船有政治目的不能来 没有政治目的也不能来 只是这是非常非常硬的一句话 然后日本这个国家还不明白 其实日本这个国家还不明白 想不明白 其实一直以来我跟大家也说过 日本这个国家的希望 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于他自己 在于他自己 然后他只要想通了 想明白了 日本的未来在于中国 然后的话 他就知道自己以后的路 往哪个方向去走 然后的话 现在你不管你多硬气 未来都会啊 拉你的清单 对不对 小心 小心明天拉清单 你知道吗 所以说呢 对于日本这个国家 他的选择 为什么我说 看起来很弱智 大家笑话他就完事了 一是赌 二他现在还是错的 为什么现在他还是错的 日本正在得罪他所有的盟友 日本正在得罪 跟他关系还不错的一些国家 赖谁呀 其实跟大家讲一个新闻的 讲到这的时候 再跟大家讲一个新闻的 就是说啊 日本最近关于CPTPP 中国要加入申请加入CPTPP 这个事情 日本人的态度很有意思 尤其是这个麻生太郎啊 大家可以看看麻生太郎 最近说了什么 麻生太郎 哎呀 中国人怎么可能 这好奇怪呀 中国人要加入CPTPP啊 然后这个标准太高了 中国人怎么会想这个事情啊 大家想象一下 麻生太郎说这个话的 这个嘴脸呢 有多令人讨厌 有多令人讨厌 但是的话 大家真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可以嘲笑日本了 你以为中国加入CPTPP 是中国啊 意向天开吗 日本人 大家看一看 日本啊 关于中国要加入CPTPP的时候 有多少官员出来说话了 从麻生太郎 副首相 然后到什么外相 到什么官房长官 到什么经济 什么发展 什么部长 等等等等 一大串的官员 都出来说 都在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哎呀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哎呀 中国不见得能够加入CPTPP 但是大家发现一件事情没有 什么事情 就是他没有出来说反对 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到这 他就会说老吟什么意思啊 他没有出来说反对 就是赞同了 错了 没有出来说反对 是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态度就是相关于 CPTPP里面的所有的成员国 之前跟大家聊过 CPTPP对于中国加入的意义 中国是电大七克 克达有七电 最少一点中国有极大的一个市场 中国这个市场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吸引力的 为什么市场足够大 你可以来这做生意 来这做生意 你就有可能来赚钱 让你这个国家变得慢慢的变得更好 尤其是在现在疫情的一个情况底下 有疫情 全世界的国家的经济都受到影响 你让他去赚钱 他当然高兴 大家要明白所有这个世界上的问题都是理性的 如果你看到一个国家 他的发言 他的动作都是感性的话 或者说不足够理性的话 这个国家就要倒霉 所以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的话 中国加入CPTPP 是可以赚钱的 之前我跟大家聊 美国对于中国加入CPTPP的态度的时候 跟大家也说过 美国想要让别人少赚钱吗 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国不是CPTPP的成员国 CPTPP的成呃 现在的主导国吧 日本算是一个 如果说日本出来反对的话 日本人将会得罪谁 这个问题提给大家 日本将会得罪谁 他会得罪成员国里边 想要在中国赚钱的这些国家 对于日本有好处吗 这个答案 这个问题提给大家 大家觉得日本这样操作 对于日本有好处吗 虽然说日本人没有出来说 拍板子就说 我就是反对中国 我就是反对中国加入 他现在说的什么呢 中国加入不了 中国加入不了 日本人其实已经在带头了 在带头反对中国加入CPTPP 这种态度会影响日本什么呢 会影响谁 会影响到CPTPP里边的成员国 想要在中国赚钱的这些国家 日本想要干嘛 其实跟大家说过 一个国家的操作 刚才就跟大家说了 一个国家想要发展的话 他的所有操作必须是理性的 你不要管这个国家的什么 总统什么什么这个职位 那个职位 看起来 那个情绪化 那个说话硬 那个说话 看起来跟那种 有骨气 就那种态度 上头的那种态度 其实你仔细考虑 他所在一些问题上说的话 以及所做的操作 他背后的逻辑都是理性的 可日本这个国家呢 到现在为止了 他不知道中国对于CPTPP的意义 麻生太郎还在带头说着 哎呀 中国加入不了 哎呀 我不知道中国到底是怎么想的 好奇怪 还用这种态度 放在其他国家的眼里边 会怎么样看待日本人呢 日本人自己在慢慢的走进 自己挖的坑里面 你自己现在想不明白 你不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 你不站在CPTPP 其他的成员国的角度去想 日本人你想要干嘛 之前跟大家也说过 CPTPP里面的成员国 可能还有别的国家会出来反对 比如说像什么澳大利亚呀 像什么后来申请的英国呀 还有什么像加拿大呀 等等等等 这样的国家 问题是 大家看到澳大利亚带头反对了吗 没有 为什么他们不出来反对 原因也很简单 刚才讲了 会得罪那些 想要在中国赚钱的国家呀 日本人反对中国 其实已经反到一种非理性了 反到自己进入自己的幻境了 成天拿着台湾问题出来说 把台湾往前去推 然后的话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自己啊 全都是自己幻想的那个完全胜利的那种场景 自己啊 不出一兵一卒 别人把这些事情全解决了啊 我们大日本就能赚啊 白花花的银子啊 所有的钱啊 让我赚 赚一辈子都花不完 然后的话啊 只要我那个什么 日本只要让日啊 中国去打台湾了 哎呀 美国人就会来 中国又损失 美国人又得继续支持我日本 你看看我日本 对不对 我发达了 他自己这种幻境破不了 然后所以说导致他一系列的一些操作 违心啊 不违物啊 就觉得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是对的 就永远正确的 别人想不明白的自己最高级 可是大家嘲笑这个麻生太郎吧 想不通是吗 想不通中国为什么要加入CPTPP是吗 好好想想自己是不是进入到自己挖出来的一个坑了 日本人小心会得罪别人的 刚才跟大家讲了 日本会得罪别的国家 日本最近啊 那就是一直在得罪别的国家呀 只刚才跟大家也说了 日本只是在现原形 日本不是一个文明国家 他没有智慧 之前跟大家也说过一个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日本要往大海里面清到那个核废水 核污水 核污水啊 清到这个核污水 要多聪明啊 赢两次 对不对 美国人又满意了 自己还省钱 你看美国满意 我已经搭日本赢一次 啊 那个自己省钱 我搭日本赢两次 结果他没有想过 他会得罪这些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这些岛国啊 等等等等 得罪一系列靠着海的国家呀 日本人正在慢慢慢慢的把自己的信用全毁完 你把这个 你这个国家把自己的信用毁完 会有什么后果呢 会有什么后果呢 日本人自打1945年之后建立起来的那种形象 全毁 全毁 大家觉得日本的软实力强 日本的漫画强 给他建立起来很好的形象 可是他自己再慢慢的暴露给全世界的人看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你自己辛辛苦苦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啊 日本什么有礼貌 日本干净啊 那公知宣传的呀 日本人怕影响别人啊 怎么怎么样 日本这个国家怕影响别人吗 把人都得罪完了 这个国家 你看吧 大家可以慢慢去看 未来的两到三年里面 这个世界对于日本的观感会变成什么样啊 再给大家讲一个新闻 中国会怎么样对待日本 尤其日本这个国家多有意思啊 刚才跟大家讲到暗信夫啊 暗信夫接受CNN的采访 不只是说了台湾 还说了钓鱼岛的问题 还说了钓鱼岛的问题 大家知道日本这个国家 我跟之前跟大家也说过啊 有点小M心态 就找收拾 然后闭上眼 然后 然后的话 中国在钓鱼岛收拾他的时候 他就推台湾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日本为什么敢把钓鱼岛 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出来了 这个暗信夫还说了 一件对件 你看多硬的话 以件对件 你那个件够用吗 对不对 你那个件够用吗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有本事造出来 比中国的055要强的军舰出来 有本事建造出来 比中国那个海警船里边 一万两千吨级的那种海警船 比那个吨级要高一点 你不 再说啊 别说建那个比一万两千吨更高啊 咱们就说你建个八千吨的 好吗 日文建个八千吨的 我都服你 以件对件 你凭什么 可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日本这个国家就是永远的逃避 大家也都知道 日本人啊 有一个电视剧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剧啊 但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啊 国内的互联网上经常说 我没看过 叫什么逃避 没用 但逃避什么 可耻 但是有用 对吧 是不是这句话呀 然后逃避 虽然可耻 虽然可耻 但是有用 永远在逃避 可是大家知道啊 看到了啊 这个爱信夫啊 说出来这个钓鱼佬 之前跟大家说过呀 他在逃避啊 他在逃避什么 最近的一个新闻呢 之前没有跟大家聊啊 就是中国的055 那个舰艇的编队啊 四艘舰艇的编队 然后的话 绕了宗谷海峡 绕了宗谷海峡 还绕了哪呢 还少了绕了对马海峡 这总而言之吧 然后就是绕了日本啊 整个岛的一圈 绕了一圈啊 日本人连照片都不去拍了呀 日本连拍照片的脸都没有了 日本人只报了一下新闻呢 还是闭上眼 不敢看呢 连照片都不去拍了 大家也都知道啊 中国的不论是军舰还是飞机啊 只要靠近了日本 日本马上那个御用摄影师就上线了 毕竟嘛 日本的摄像机 照相机啊 比较好上线了 就去拍 拍拍拍 给你拍的特别漂亮 中国的飞机也好看 中国的军舰也好看 大家都在夸呀 我们自己拍的那些 中国的军舰不好看 还是你日本拍的好 但是这一次 日本人为什么不拍了呢 闭上眼看不见呢 逃避虽然可耻 但是有用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然后的话 那个什么啊 钓鱼岛有事的时候 日本推台湾 然后的话 日本全岛被中国的05转的时候 他把钓鱼岛说出来了 永永远远的在逃避呀 所以但是呢 看这些新闻啊 大家笑话日本 但是大家得理解一下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一直以来在给日本施压呀 刚才讲到了啊 这是军事方面的055的啊 整个绕日本的 整个国啊 整个绕着日本国 这么转了一圈 然后的话 这是军事上的压力 还有钓鱼岛也在绕啊 钓鱼岛我控制的 我们控制的 一年三百多天 我去 我看你敢来吗 然后总而言之 这些事情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军事上的压力 但是的话 大家也看到了 日本人就是还在那嘴硬 不止是嘴硬 或者说叫 不我上眼看不见 看不见 我就是看不见 这些事情我看不见 你围我的钓鱼岛 我就骂台湾 我就说台湾啊 你赶紧去打台湾 然后的话 你的船啊 围着我大日本 这个绕一圈 我就说钓鱼岛 反正总而言之 离我这远一点 好吗 远一点好吗 然后呢 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的话 大家要知道 中国对于日本 无各种各样的手段 等着你 刚才说了 CPTPP这个事情 你日本人要进你自己的坑了 所以说日本这个国家 未来会如何呢 大家呢 大家觉得呢 经济方面的CPTPP 你日本啊 要准备好 得罪其他国家了吗 我只是把这个话说开了 然后的话 日本这个国家还在想 哎呀 真好笑啊 中国还不知道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CPTPP 哎呀 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有多不好吗 等等 还是这种态度的时候 日本人要好好的想一想 CPTPP 其他的那些 想在中国赚钱的那些成员国 得罪人去吧 经济方面 得罪自己的盟友 军事方面呢 对不对 军事方面 你要以剑对剑 行 没问题 看一看中国的 一万两千吨级的海警船 然后的话 你先找一个八千吨级的海警船 出来看一看 然后的话 关于055 哎呀 日本有吗 对不对 日本有吗 哦 对对对 日本有宙斯顿 对不对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日本有美国的宙斯顿 但是有一个问题 大家要知道 055可比宙斯顿要新多了 而且我 我必须要在这个点上跟大家再聊聊055啊 对于我的感觉 作为一个老军迷的感觉 我作为军迷的时候啊 那个结束的时候 大概是2000年 200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中国的海军只有167 之前跟大家说过 当时167 168 169 刚出来 然后但是的话 中国那个时候啊 170 出来的是海 但我们那时候只见过 灵陵星星的一些照片 还没有入列 还没有下水 然后的话 大家都在幻想啊 包括我们那一代的军迷都在幻想 中国的海军什么时候能强一点 然后呢 167 168 169 虽然说比较新 但是说让我们不满意 170 我们都在幻想一件事情 因为它没有下水 167 说到167 168 169 让我们不满意 不满意在哪一点呢 167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没有垂直发射 167 168 169 都没有垂直发射啊 垂直发射的导弹啊 都没有 然后的话 我们都在幻想 170 有没有 因为没有见过 170下水 都在想 如果中国有了这个啊 垂直发射系统啊 那这牛逼大了 你知道吗 当时都在想这个 可是发展到了今天 大家好好的去看一看 055 055 别说垂发了 大家知道055 上面带了多少个导弹吗 一艘055 带200多个导弹 哎 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实力在哪了吧 你的宙斯顿 拿出来看一看 以剑对剑 来一下 军事方面 我中国收拾你日本 天经地义 为什么呢 好好想一想 1945年之前 你们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说军事方面 对于日本来说 施压 天经地义 经济方面 日本人小心掉到自己的坑里面 日本这个国家 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想想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聊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